畫面中紅燈路口所有車輛放慢車速 斑馬線上一名女子正牽著狗狗過馬路 沒想到有讓貨車還沒停下 碰了一聲直直撞上女子 回到事發現場貨車車頭有些凹陷 但女子可被撞得不輕 頭部挫傷 上二骨折 索性意識清楚沒有生命危險 發生在1號晚上11點多 新北三重區環河北路和吉祥街口 貨車駕駛一次謊神闖紅燈 沒有注意到遛狗的女子意外瞬間發生 我是做工的 晚上可能坐比較晚 沒有去注意她 注意到她的時候 我就已經踩下車就上刀了 原警隨機到場一邊協助女子送醫 一邊疏導交通 脫掉排除事故車輛 詳細的肇事原因警方還要再釐清